說到國文誰沒有考過 不過最近在網路上 就流傳了一張 某高中的國文科期末考題 看過人都說 真的要答對還挺難的 別說只記得論語兩個字 這位家長越看越起 我覺得是考數學 算有幾個字就對了 就是高中 這考小一就可以了 什麼樣的考卷讓家長看得一肚子火 看第一題 黃州快災停記中 意味坦然自得 不以誤傷性 若以原文莫出 共有幾個字 再來呈上題 文中以山水為例 若以原文莫出 共有幾個字 一直到第十題 問的都還是 共有幾個字 如果要考莫出就算了 但是要算出這一篇文章幾個字 就是在考國文 還數學 國文80算很高 成績很高 很厲害 很厲害 那你還要不要看一下這個考卷 好像湊兩三題 湊兩三題 對 為什麼會錯 就不小心數錯 我覺得還好寫出來就可以數了 考題引發爭議 家長學生看法大不同 校方對此做出回應 表示這一份高一的國文期末考卷 已經和初題教師討論過 認為方式沒問題 這部分二十分實題 考的本來就是莫書 既然會寫 就該算得出 且不是要學生死背 當中會取文中其中一段 要學生算數字 是要能了解文藝 平常也是會考莫寫 莫寫也是要寫出來 寫出來也是看你有沒有背 一樣 它只是考你數字數 看有沒有背 莫書換個方式考 只能說時代在變 考題跟著創新 也得接受家長學生不同批評 借陳真貓 顏慶宇 臺北報導 四十分之類 條文章 四十分之類 第一